早前 首相敦马阿迪医生批评马华只会 唯命是从和玩弄种族主义 马华总会长拿杜斯里魏佳祥反驳 早在敦马第一次出任首相 马华领袖就曾经反对他倡议的英语教书里 和成立宏愿学校 他嘲讽到反观如今的行动党 只会以敦马马首是瞻 马华至少对这些东西觉得会让华小变质的 我们是不会是让他通过 再来当时也提到说宏愿学校 老马的潜意识当中 他认为要国民团结 唯一的就是宏愿学校 当时郭全强老先生都觉得 这个不对了 沈沐宇先生也说不对了 结果整个华社就跟他对抗了 而今天他提出来 你看谁第一个富航 常恋群啊 红颜学校好啊 红颜学校庙啊 但是20年前是他的政党呢 说我们不要出卖华教 所以马华国会当时至少在他掌政的时候 我们都敢讲话 魏嘉祥今天在国会走廊受访时也被问到 大容比爱国习补选出现支持黄日生 等同于支持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的言论 他认为这是藐视法庭 因为任何人还没被法庭定罪之前都是无罪的 不应该受到民间的审判 魏嘉祥表示 既然法庭采定纳吉表罪成立 就让他通过司法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